提出不分区立委名单之后 民进党总统参选的蔡英文 可能下周就将提出副手人选 根据了解副手是中研院副院长陈建仁 陈建仁社会形象良好 有专业背景 协助蔡英文 也拟生技产业政策 对蔡英文 未来施政是有很大的助力 之前参加外资圈参会的时候 被询问到副手人选 蔡英文表示社会贤达优先 如果没有适当人选 再则党内人士 而陈建仁担任过国科会主委的时候 也是推动国发基金投资生技新药产业 促成宇昌公司成立的重要推手之一